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太过自以为是 狂妄自大 殊不知多少人的人生正是毁于此 天狂必有雨 人狂必有祸 不知什么时候开始 我们总会遇到一些莫名其妙 自带优越感的人 他们出过几次国 就以为自己见过大世面 他们看了几本书 就开始对别人指手画脚 他们买了奢侈品 就看不起身边一切事物 这些人得意忘形 骄傲自大 总认为自己就是世界的中心 殊不知 越自以为是锋芒毕露的人 往往越容易给自己带来麻烦和烦恼 庄子曾说过 人能虚极以犹势 其熟能害之 一个人如果过于狂妄 最终只会引火自焚 任正非正传一书里写过这样一个故事 当时华为新招了一个北大毕业生 这个毕业生第一天入职的时候 就公司的经营战略和组织架构等各项问题 洋洋洒洒 写了一封万言书给任正非 写完之后 他信心满满地等待回复 想着自己聪明的头脑和独到的见解 肯定会得到领导的欣赏和重视 没想到任正非看完之后说 此人如果有精神病 建议送医院治疗 如果没病 建议辞退 其实一个北大的毕业生 本身就已经足够优秀了 但凡他低调一点 谦虚一点 不是这么自以为是 肯定会得到重用 但若像这样高调炫耀 把自己当作多么了不起的大人物 反而会招来他人的厌恶 和反感 最终丢了面子和工作 这不是聪明 而是一种贸然的蠢 古时候有一个人 字写得很差 却自我感觉良好 最喜欢给人提字 有一天他遇到一个熟人 见对方拿一把白纸扇 上面没有一个字 急忙一把抢过来 就要提字 对方脸色煞白 扑通一声跪下了 不肯起来 他健壮笑道 不就提写几个字吗 何必行此大礼 对方哭散着脸说 我不是求你写 我是求你千万别写 很显然 故事中喜欢给人提字的老兄 缺乏自知之明 高估了自己的水平 最后活成了一个笑话 中国有句俗话 叫人贵有自知之明 自知就是要认识自己 了解自己 把人的自知称之为贵 可见人是多么不容易自知 把自知称之为明 又可见自知是一个人智慧的体现 知人不义 自知更难 莎士比亚说过 愚者自以为聪明 智者则有自知之明 很多时候你的自吹自雷 在别人眼里 也不过是跳梁小丑般的 哗众取宠罢了 只有谦卑功行 才能不断进步 可惜很多人 只会陷在自我优越的感觉里 国足不前 必然成不了大事 自以为是的人 下场往往都很惨 自以为是 很多时候就像一个柔软的陷阱 一旦陷在里面 如果不能及时抽出脚步 埋没的 可能是自己 虔诚思紧的人生 想想自古以来 多少人就是因为自以为是 自命不凡 而自断了前途 最终胜败名裂 赵阔读了几本兵书 自以为打仗天下第一 结果上了战场之后 只能迎恨沙场 杨修自是学识深厚 管不住自己的嘴巴 胡乱上见尽言 平白丢了性命 马迹对任何人都不屑一顾 总是高高在上 最终丢失皆停 逼得诸葛亮挥泪斩将 像这样过于把自己放大 太得意忘形的人 下场往往都很惨 因为凡事有度过犹不及 俗话说得好 自信是一回事 但是盲目的自信只会带来灭亡 一个人自信过了头 就成了自以为是 而那个时候 可能离落魄也就不远了 所以真正聪明的人 都会理性地面对自己 他们懂得自己只是一个 一日三餐的普通人 没有呼风唤雨的本事 也没有未雨绸缪的能力 就连哲学的奠基人苏格拉底 当别人称赞他时 他也只会说 我唯一知道的就是我自己的无知 还记得金庸在《书建恩仇录》中写道 情深不受 强疾则辱 谦谦君子 温润如玉 人这一辈子 罪季过度求满 凡事应当适可而止 聪明中难得糊涂 深情中恰到好处 刚强中不卑不亢 放下自己的自以为是 方能过好这一生 宽容别人 谦卑自己 做人越懂得放低自己的地位 谦信和善 往往就越有福报 正如了凡私讯中有言 为谦受福 孔子也曾说过 君子不自大其事 不自上其功 所以为人处事 最好的心态莫过于 不高看自己 也不低估别人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长处 也有自己的短板 若太把自己当回事 过于自以为是 最终吃苦的 还是自己 曾看过这样一个故事 宋代著名诗人苏氏 常常与他的好朋友 佛印禅师 一起参禅 悟道 有一次他们约定 盘踞静坐 互相看一下 对方是什么样子 没过多久 苏氏先开口说道 大师呀 我看你像一坨石 此时佛印缓缓开口说 苏学士 我看您 俨然是一尊佛 听完此话 苏东坡甚是得意 以为这次自己的修为 胜过了佛印 等他回到家中 和苏小妹说起此事时 不料苏小妹 只是摇头叹息 你的境界太低 佛印心中有佛 看万物都是佛 你心中有始 所以看别人 就是一坨石 人生在世 最忌讳 把自己看得太重 而轻视他人 有句话说得好 蠢才望自尊大 他自明得意的 正好是受人 讥笑奚落的短处 而且往往 把应该引以为 奇耻大辱的事 大吹大雷 深以为然 过于把自己的位置放大 太得意忘形 并不会彰显 人生价值 孔夫子被尊为圣人 但并不认为 自己已经穷尽一切 《论语子》 录篇记载孔子弟子 樊池向他询问 种田的学问 孔子回答说 乌不如老农 樊池又要学种菜 孔子回答说 乌不如菜农 种田不如老农 种菜不如菜农 应该说这是很自然 也很合乎常理的事情 如果工人比老农 还会种庄稼 农民比建筑工人 还会造楼 银行职员比医生 还会看病 那反倒不正常了 人需要并且能够 凭借智慧去生活 也需要并且能够 以超卖的精神 去创造和享有 美好的人生 人应该从认识自我开始 在人生建立中 以超卖的精神 努力实现自我 不断超越自我 形成新的自我 住久并享受美好人生 唯有不高看自己 不低估别人 以平等之资相处 以平和之心相交 才能更好地 笑看人生 所以无论何时何地 做人始终需要 保持一颗平淡 平静的心态 已有之长 不自己之短 让自己在磨平棱角的同时 风营内涵 才是正道 与朋友们共勉 今天分享到这里 如果你也喜欢这篇文章 并且让你深有感触 希望你能分享给身边的人 让我们一起在阅读中 成为更好的自己 最后 在YouTube和Facebook上 都能找到深夜读书哦 也很期待与你的互动 感谢你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